哈囉大家好 現在的智慧型手機都具有省電模式功能 讓我們能在無法充電的場景中延長電池續航力 其不外乎採用的做法包含 降低螢幕亮度、限制背景活動、CPU降頻、縮短螢幕餘時 休眠時關閉網路、同步、定位等 直到三星手機在Galaxy S5這代 首度設計全新的超省電模式功能 才有了重大突破 有別於上述省電模式的機制 超省電模式能夠回歸到有如傳統手機的樣貌 僅保留手機最基礎的通話、簡訊功能 其餘的Apps通通全部完全關閉 以大幅提升續航力 這對於電力吃緊的客難場景相當有用 在當時也獲得普遍的好評 甚至後來許多手機廠商也紛紛加入了類似的功能 今天這段影片我們就來回顧一下 三星手機歷代的超省電模式吧 首先第一代超省電模式如剛剛所講 是在Galaxy S5這支手機 當時的UI系統還是TouchWiz 可以在設定電池中找到超省電模式 配合三星當時一直抱持希望的AMOLED螢幕 畫面會轉成灰階 因為OLED螢幕黑色是完全不發光的 藉此能節省更多電力 當然作為一支智慧型手機 是沒必要搞到比功能近還不如拉 所以可以看到在桌面的部分 除了電話、簡訊和瀏覽器外 還可以自訂加入最多額外三個應用程式 像是時鐘、計算機、電子郵件等內建程式 而第三方Apps則支援社群類型 例如要用FB、LINE也是可以的 但是鍵盤只能用三星鍵盤 畢竟其他Apps全都被關閉了 包含相機也是不能使用的 就快沒電了,還想拍什麼照呢? 不過這也跟處理器有關啦 開啟超省電後CPU不僅降頻 部分的核心還會被整個關閉 所以就別指望想運行太多程式啦 另外螢幕於時也會被限制在最短的15秒鐘 點擊設定會發現只剩下幾個項目 下拉快鞋面板也消失了 就連調整螢幕亮度的那條都不見了 好在可以再設定條啦 只是有點麻煩 還是開啟自動調整亮度吧 那在畫面最下方還會提醒你剩餘電力和預估剩餘時間 超省電模式確實能有效大幅延長電子續航力 就算只剩10% 還是能讓你乘上將近快一天 通話一兩個小時沒有問題 但要注意 如果你一直上網一直滑FB 電量還是會狂掉啦 最後還有一點 S5是三星第一支支援指紋辨識的手機 但在超省電模式中 是無法使用指紋接手的喔 雖然說那個指紋辨識也是最難用的 因為當時卡在專利問題 所以它設計成需要手指再後鍵滑一下才能辨識 相信後來很多人都改回圖心鎖了 到了Android 7.0 三星終於告別了Touch with UI 改版成了Sansom Experience 在這代UI中 三星把電池、儲存、機體等設定 統一整理到了裝置維護功能中 點入電池頁面 可以看到分為中度省電和最大省電 其中最大省電也就是之前的超省電模式啦 在這代改版中提供了更多的自訂選項 像是Always On Display、CPU降頻、亮度、螢幕解析度等都可以自由調整 調整完成後按套用及進入超省電模式 但也由於可設定的內容較多 整個過程需等候較久的時間 在這代超省電模式中 三星將應用程式按鈕增加到8個 其中4個可以是第三方程式 除了社群類外 文書類及Google Chrome也可以加入了 甚至連YouTube也可以看囉 另外考量大家有時候難免處理失誤還是需要拍照 如果為了拍照還得退出超省電模式拍完再進入 不僅程序繁瑣拍反而更加耗電 因此這次也允許加入相機功能 只不過它是一個簡單的相機 打開來就只有拍照和錄影 選項只有閃光燈和倒數拍照 沒有其他多餘的設定 錄影一律是1080p 30fps的格式 也算是取得一個平衡啦 對了,如果你拍完照後發現不能看照片 記得要加入媒體瀏覽器程式喔 在介面上下拉按鈕和亮度調整條也有了 基本上我覺得已經很好用了 唯獨就是指紋解鎖還是不能用就是了 以及依然不支持第三方鍵盤輸入 到了之後的One UI升級 2.0、2.5 超省電模式的功能和介面依舊大致相同 直到Android 11搭配的One UI 3.0才又有了改變 那就是超省電模式不見了 可以看到在電池設定裡只剩下一個省電模式的開關 但點進去仔細看下方的選項 原來沒有消失啊 是不是可以悄悄地整合到最後一個項目中 限制應用程式與主螢幕 只能放8個應用程式 但是所有第三方Apps全都可以讓你加了 用第三方鍵盤的你 也不用再擔心會變成三星鍵盤了 相機直接是原本那個完整的相機程式 你想開什麼模式、設定、調劃值都可以 下拉快捷按鈕和系統設定 基本上也和不開省電模式完全一樣 也就是除了限制其他的Apps運作外 其餘通通沒有影響 那就省電特性來說 肯定沒有之前的超省電強大 所以三星也把它回歸到一般的省電模式選項了 當然這也是現今使用場景帶來的妥協 畢竟現在手機的電池容量已經比以前大上不少 安卓系統的電力管理機制也日益完善 加上行動電源非常普及 很少會再遇到好幾天不能充電的情況了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關於三星手機 歷代超省電模式的回顧 您曾經有開啟過超省電模式功能嗎? 是在什麼場景下呢? 歡迎留言跟愛稱分享喔 感謝您的觀看 我們下次再會